第五个话题 最后一个话题 虚弥极大的拔高了下限 培养成本变得很低 你们认为虚弥会往着哪个方向前进 Adam 你先说吧 虚弥会... 虚弥应该是封担吧 他说虚弥拔高了下限 他说封担会怎么发展 封担...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是觉得封担他应该会 慢慢的让前台也开始膨胀 让后台回归后台 但是膨胀多少的话 就得看策划们怎么拿捏了 但是我是觉得 后台应该... 应该尽量能待在后台就待在后台 不然大家全部都白蓝抽六夜蓝 六狐狸的话 那样这个游戏不就完全不用玩了吗 然后... 另外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个... 如果他还不... 再不开第三路的话 然后大家在卷拿两个通道的话 我觉得很多的旧体系 可能会...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生存空间 那样的话 就是要么... 国家队 要么猜种子 就是其中一个必定会被拆掉 所以... 让路给水神的那个体系 所以... 看他们怎么猜国家还是猜种子 那就拭目以待呗 太期待了 那阿光呢...阿光你怎么看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他如果继续膨胀的话 你会觉得风担会怎么走呢 我... 虚米他主打的是一个高下限嘛 那我觉得风担这个主题呢 可能是主打一个生存强 对...主打生存 就像是...大概是3.5查绘吧 就我有提过就那个... 七神史莱姆论嘛 那个水史莱姆的那个禁锢能力 我透过那个禁锢能力 来猜测幻想 或许会... 给除了生命与防御以外的... 生存能力 就是控场 来... 就是透过控场 或是有... 像纯水的召唤物啊 那种... 我们可以召唤一些具有嘲讽能力的召唤物 来提高生存之类的 反正... 我觉得可能就是往生存方面去发展 生存方面是吧 对啊 因为毕竟是双水共鸣就是生命值啊 你觉得他们禁锢你吗 就是... 水神是禁锢敌人的 还是说你觉得他们心体系会禁锢玩家 反正我们应该也可以禁锢... 禁锢敌人啦 那当然对方也有可能会禁锢我们 那... 那警员不是哭... 直接... 直接哭...哭惨了 哼哼... 哼哼哼... 漫娃弦不尽命都躺枪了 哼哼... 你觉得会往禁锢方向发展 你觉得会和 fin simply无恼 就是生存... 就是以生存... 就 他们可能会禁锢你 然後随身可以解开之类的 就是... 我们可能... 那个尊敏的角色会多一点 可以提高我们玩家生存空间的 这方面 为... 发展我想 我猜测是怎样 然后可能我们可以禁锢敌人啊 禁錮敵人的話 那敵人就少打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相對比較安全 那這不是跟那個凍結隊一樣的邏輯 對對差不多 就是以其他的方式來控場 就以凍結以外的 這是一個猜測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這個 如果單純的是禁錮的話 那跟那個凍結差距不是比較小嗎 那還是說他可以動 禁錮BOSS之類的 禁錮BOSS 什麼情況阿光又掉線了嗎 啊我有掉嗎 怎麼阿光 阿光是不是有掉線的體質 他跑到哪裡都掉線 你們聽得到嗎 貓言言聽得到 那我們先讓貓師傅繼續回答這個問題 貓師傅你怎麼說呢 我覺得就目前來說 留給封丹的設計已經不多了 常規化的設計 當然我也覺得在封丹 他們能找出新的活 整出新的玩法 新的體系 就目前來說 原神的元素量 就是說你掛元素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放置類 就是類似於新海阿蟲草神這種的 你只要放完技能之後 不是給怪上完印記 是定時定點的去給元素上怪的 不是不是給怪上元素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平A發射類的 就類似於那種或者是隨身攜帶類的 就類似於相鄰的火圈 行秋和夜藍的水劍 巴巴拉的水環 這些是可以隨身攜帶的 就是說現階段 就是說我們能看到所有的火雞 它基本上它是屬於那種發射類 然後激化和綻放那邊 它是屬於放置類 然後現在可能是放著這種 就是說往這種放置類火雞 放置類水雞去發展 我是覺得有這種可能性 就是它把增幅體系的操作難度降低 但是你操作難度降低 那你的數值你到底是要給高了還是給低了 這是個問題 然後還有之前阿光提到的生存方面 我確實也認同他觀點 但是我的想法是在封單版本 可能會以生命值做元素 就是之前我沒想到有 以生命值做元素 之前我沒想到有什麼辦法 後來我就看崩鐵的設計 我就想了一下 我覺得他們可能直接就是 所有的技能去消耗生命值 就是消耗生命值給充能 或者說消耗生命值 轉換生命值是吧 就是說白癡是比較多反饋是吧 對 這樣的話那些 就是說那些生存類的角色 它才能發揮自己的戰魔 嗯 原來如此 聽得到 但是 聽到 剛剛可能聲音比較小 我補充一下你剛問我的跟永凍隊 永凍 其實關系不大 胡桃是一個 等一下 先讓你貌勢不說完算 好好好 你送你送你 我覺得它其實胡桃是E技能和CD管理 嗯 我的意思就是說把生命值作為資源 就說白了我打一下 打一下扣一點血 我不打就不扣血 比如說水神是每瓶A一下 隊伍裡面下降1%的血量 然後它那個下降的總血量有多少 取決就可以決定水神的那一下瓶A攻擊 攻擊傷害有多少 反正把生命值當成一個消耗品 當成一個資源 是吧 對 不是說胡桃 胡桃那個只是扣血是作為懲罰 他本身還是E技能的CD管理角色 嗯 嗯 就是你可能會 就你覺得會可能會 演變成那種 對生命值當成資源的那種新玩法是吧 嗯 嗯 有意思有意思 阿光呢 阿光你剛剛說的那個跟龍中對那個 對對對 就是我猜想 可能就是比如說可以給敵人施加 減速的debuff 有點像銀狼那樣 把他減速 讓他動作變慢動作 或者是禁錮了 但對方依然能攻擊 只是被困住了 就像那個禁女 給我們用那個坐牢 對對對 那禁女是誰屬性啊 對 對對對 但 嗯 就是只單純的是改變 改變那個 就讓他變慢動作 慢動作 或者是被困住這樣 原來如此 謝謝 那我明白你們想說什麼 確實 那確實想法也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史萊姆他把你禁錮住之後 你也動不了呀 如果如果如果 史萊姆最關鍵是他能水上行走 嗯 搞一回搞可以嗎 確實 如果如果他以後深淵還可以加入那種環境因素 比如說他有一個孤島在中間 然後然後那個玩 敵人可以在水上行走 然後玩家們要進入深淵 就進入水裡面 就可能要用到特殊的道具之類的 那可以徹底改變 我喜歡就把他扔到水裡 我靠原魔入水計劃 嗯 水上行走 那心還不是一麻了是吧